谢谢主席 第三条的项目有生产、运销、供给利用等等都可以经营 那我请问一下,他能不能经营医疗院所 能不能经营住宅、能不能经营老人、能不能经营幼尾社区照顾服务 报告委员,依照合作社法是可以经营,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应该要现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相关规定核准以后 所以照这样讲,就是说以后合作社其实可以经营的东西非常多 对不对,报三报函嘛 不过还是要受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规范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其实也不能拿什么规范啊 如果依照你现在这个法的话,他是没有任何一个限制在那边的 有报告委员,像保险合作社,目前全国只有一个保险合作社 那要设立保险合作社,必须要先进金管会的保险 那还是可以设啊,还是可以 我意思说,照这样子的定义,合作社是几乎各行各页都可以做啦 是,他是企业的一种形态 好,那这样子跟一般我们讲的这个企业又有什么差别 呃,他不一样的 为什么他不用公司名义去成立,然后用合作社来成立 合作社跟公司这中间到底要用合作社来经营的利益在哪? 呃,报告委员就说,合作社最主要是他要服务社员 他不是为了要对外去赚取利益 他的社员,比如说他的社员基因的是这个生产的果农 那他要把这个水果卖得更好的价格 所以是不是也应该要针对特定领域吧 对不对,如果每一个领域都可以用合作社名义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那会不会最后也是变相的,以合作社的途径来谋取利益 呃,报告委员,在合作社设立的时候 这个章程还有社名里面就已经规范了 比如说他是经营保险业务,他就是只有保险业务 其实他能做的事情可能还比农会还多 现在照这个法定起来是,能做的事情比农会还广 比义会还广,比这些社团都还广 但是他的规定却非常松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修正条文第32条,不得为里监市的消极资格 只有增订破产宣告获益消费者债务清理 清理条理进行清算程序者 只有这样子而已 我问你,一般的农会法里面是 乘犯、诈欺、收费、贪污、背信的规定 这些都不行耶 可是你们经营的事情,你们经营的这个事业范围 比农会这些都还广喔 然后你的里监市的消极资格却是这么松散 这样妥当吗? 呃... 部长,你觉得 如果以合作社他能够经营的广度是这么的广 然后他的会员 还有他的重点是他的决策的这个机构啊 他的这个人员的消极资格 他是不是也应该比照其他的 像农会啊,余会这些社团法人 我想这个章程的这个资格的认定更严谨一点 我们基本上... 好,因为我们不想说 你现在开一个很大的门之后 然后你最后发生问题了 我们又来修法 对不对? 我想这个部分在修法的过程 我是担心为日后你很多大量的这种合作社出来的时候 你产生争议的时候 你问题又来了 是 然后大家要去找内政部算账 那为什么当初你们不订清楚一点 是,这一点我们可以来了 然后到时候他们里建市选举的时候 问题又来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可以定了 我觉得要防范未然 是 而且要以其他的这些 目前我们存在的这些社团法人做借禁 避免说后面临一些麻烦 是 好,另外我再请教一下部长 那个 我们现在因为大浦案 地方政府其实有将一些重大的建设 它的增地的这一部分都暂缓 是 包括我自己所在的台中地区 就有几个案 现在市政府都先要求暂缓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我们重大公共建设的进度 那尤其有一些 有一些建设啊 它是中央有拨款的 包括内政部也有的 那你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到时候经费的运用 然后预算的使用等等的 所以我说这个案它后续所衍生的效应 可能还有我们行政效率的问题会出来 不是只有说上不上诉的问题 我知道当然上诉是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所引起我们在土地征收的这个规范要不要再来调整 要不要检讨 这当然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在 这个 这个不然你 你接下来你说你们收到判决数之后就决定要不要上诉 没有我们还要开会了 还要开会了 这个其实还蛮复杂的 但是 我是觉得说 是不是你在未来的半年内 你拿这个当借禁之后 你把相关要修定的法律 行政部门在半年内把它提出来 一定 因为我觉得不然的话 我们后续很多重大建设 中央地方的 尤其是地方的 你就算有的经费就卡在那里 因为没有人敢做 也没有人敢动 好 那我觉得 然后地方政府他一定会说 这是中央告诉我们的 你看刘正宏现场那一天 对你的讲话 就是说这是中央决定说要拆的 所以他们只是负责执行去拆 那最后就衍生成地方杠中央 然后中央指责地方 是 我想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检讨 整个土征的这个 这个 整个过程 让他再更严谨一点 再更符合 其实这有点像另外一个这个 我们 我们那个 杜庚条例的修订 非常类似的状况 就是非常类似嘛 所以当初那个都庚 台北市那个文明院的案子 引发出来后续整个都庚 都庚条例的修正 修正嘛 所以现在其实一样 大普案 后面延伸出来 包括土征或者其他相关的 这部分 我觉得内政部你们有责任 在半年内把这些法律相关要修订 全部提出来 一定 否则的话我们很多国家中央计设 我觉得整个都会 后面都会延淡 也是我们非常非常担心的地方 好这个要拜托部长 最后一点 我们这个春节快到了 春节快到了 我们今年的这个春安工作 哪时候要开始 二十一号晚上十点 到二月十四号嘛 就是对 到对 没错 那这个基层警员的压力怎么疏解 我们有非常提醒每个警察局这个轮班 轮值这个时间 我们都有非常注意了 这个这个部分好像也占他们烤鸡各方面评别很重要的分数 所以我们会提醒这个不要造成这个基层援准太多的压力 尤其这段时间的酒驾 酒驾 酒驾是严格取缔 对 因为警政署去年公布啊 一到十一月的酒驾死亡人数是两百一十八人 对 但是民间的团体认为说不止啦 他说警政署计算的标准是以当场死亡的才算 那是一般来讲车祸造势是如果用24小时内死亡的来算 那人数就一个月就两三百人的 是 所以这里面当然就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有美化数字的嫌疑啦 不过我觉得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我们怎样防范啦 不要 这个这个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个数字啊 最好是零死亡是最好 零伤亡是最好 可是这个就有赖我们警力的投入 可是这个执行的一两年以来的这个 茶器酒驾的这些记录跟经验啊 我是建议啊 内政部尤其警政署 是不是能把这些易造势的地点 易酒驾造势的地点 整理出来公布 这个我们都有 我们都知道了 你们都知道 但是公布给所有的老百姓知道 我们一定公布 因为有时候不是说 不是因为说我喝酒 或怎么样 而是因为我害怕 对不对 我害怕 这整个易造势的路段嘛 我们开车的人用路的人 我们经过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特别小心嘛 是 这个我们来处理 好不好 不然这个 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一个月 过年前趕快把它公布啦 这整理一下很快就可以公布了 我们手上都有这些 甚至呢能够大力的去宣传啦 是 那最后呢 酒驾取缔哈 都有罚金嘛 这些罚金 部长我请问你 这些罚金 第一个金额多少 第二个现在这些罚金谁收去了 罚金它有一定的处理 你们知不知道 好 内政部应该要知道 我问一下主命 这个这个收起来也不少钱啦 主命 这买多少钱欸 嗯 对啦这个说完 大概都纳到地方 对不对 纳到地方吗 对啊 地方的财政里面的收入啊 地方警局在执行啊 对啊 可是地方警局怎么跟我反应 他们都没有拿到 这个就 他 他到底是 财 也就是说警察很辛苦抓了老半天 他纳到财务里面 他都是当成一个税入 以前在地方的时候 只要是 罚款的部分都 确定喔 税入 税入到底 因为我是亲了 提到地方的警政高级长官跟我提这样的问题 我说不会吧 你们那么辛苦抓了半天 怎么一点 一点这个 一点奖金或者 或者奖励都没有 他实实把他当成一个 他说这个全部都收到中央去了 收到国库去了 我敢当到中央来 所以 酒驾的罚金全部都归地方政府 是这样吗 都在地方政府里面 确定喔 这个我 我以前在地方是这样 你回去 你把这个数字给我好不好 总共我们 这个强力取缔酒驾以后 到底收到了多少的罚金 还有这些罚金的分配在哪些县市 对 我要知道这个比例好不好 因为 我的确踢到基层的各种 时间到了 好 谢谢 好